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4月11日星期日早上第一節 有兩宗關於消費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大陸的抵制洋貨行動 就再遇到挫折 根據大陸媒體的報導所說 上海的現在傢俬搞了個三節減價清貨大行動 引來了人山人海的消費者 貨架上面的貨品很快就已經是沽清了 第二宗消息 香港市民繼續在昨天買爆阿布泰 國家的分店 人龍比起昨天更加是誇張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在上個月的時候 現在傢俬曾經被人回舊 說他們出過一份聲明拒絕使用新疆棉花 於是大陸所發起的抵制洋貨行動 現在傢俬是榜上有名的 不過這一波抵制洋貨行動 似乎敵不過減價促銷 果然身體就是最誠實的 根據大陸新聞神報報道所說 就說現在傢俬的上海隨匯店 將會在今個月進行閉店全面裝修升級 去到八月才會恢復營業 近日他們就搞了個三折清倉促銷活動 其實在事前 微博上已經有不少小粉紅 勸喻其他人千萬不要落答 不要去光顧這個儀家傢俬 只不過一去到開售當日 記者去到現場就發現到 消費者就是人山人海那樣 瘋狂搶購貨物 入口那裡動了一支旗 寫著商場升級在職 產品限時回饋和三折起等字仰 入到特賣場當中 到處都看到青倉特惠 以及會員專享等旗幟 至於減價的情況都是相當誇張的 一個原價79元人民幣的坐墊 現時是特價做9.9元錢 每人限購5個 根據影片當中可以看到 很多消費者都打開了購物袋 來裝貨物 一納就是好幾件 報道形容 現場搶購的民眾 就好像入了街市 整旁人湧入去搶白菜 根據現場拍攝得到的片段所見 整層樓高的貨架 竟然空空如也搶到一件都沒有 是很誇張的 真是一件貨老母 大家可以看看圖片上網 另外在特賣場裡面 減價貨品也是完全掃清 只有卡板留下而已 所以見得到 現在加斯三折減價促銷 應該算得上是成功的 因為大部分貨物都被搶購一空 也證明得到 大陸的什麼抵制洋貨行動 其實每一次都是虛火 維持最多都是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之後就會慢慢沉寂下來 沒有其他 因為官方也說不是他發動 即是民間發動 事實上也是民間的名義發動 這些抵制洋貨 官方沒有指導叫人不要去買這些貨品 也正正是因為這些抵制行動 以民間的名義發動 就注定了 維持的時間就不會太長了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在市場上 這些貨品繼續有得賣的時候 總會有人光顧 有些小粉紅在網上喊到拆天 說不買,說要抵制 但其他人未必是這樣想的 你不買就是你的事 當市場仍然有得被人選擇的時候 消費者就可以運用自主的選擇權 來選擇這些洋貨 所以怎樣來抵制呢? 相比起美國就算了 美國抵制的行動就是以國家的名義來發動 所以抵制一定是長時間維持著的 因為是國家機器規定了民眾和企業 不能夠買那件東西 那你沒得買的 一買的時候就是違法的了 所以完全是兩碼子的事 而這次現在加斯的例子也證明了 那些揚紅企業就開始掌握到中國消費者的心理了 他們就算在網上喊到幾大聲也好 只要他們本身是保持著低調和沉默 千萬不要跟那些小粉紅硬困 任由他們在網上鬧夠本 鬧得三五七天的時候 鬧到累了 那些洋企業就可以推出減價促銷的優惠 自然就能夠吸引消費者回頭了 Adidas 是如此 Nike 是如此 現在加斯也是如此 無一例外 那你說現在加斯的產品質素是否好得那麼重要 吸引到那麼多人走去掃貨呢? 坦白說 我自己認為 現在加斯的出品都是很一般的 但是它的賣點正正就是標榜夠便宜 還有就是那個款式夠洋化 就是要賣弄生活品味的感覺 再加上現在它三節促銷的時候 事實上就是值得買的 當然在整件事當中 最愚蠢的都莫過於那些愛國歌星 聰明不切地走出來和那些品牌割席 人家連國家隊都沒有走出來割席 那這些傢伙算是第幾皮的人物 尤其是陳奕迅 人家Adidas 委託你做全球的終身代言人 那你也不懂得來感恩淘報的 馬上第一天出事的時候就割席了 那你說割席的時候 原來這件事就玩了幾天而已 到現在一減價的時候 那些人都是照去買的 但是他就自斷財路 那也不是一件壞事 可以讓一些洋品牌看清楚 究竟這個人的誠信 或者是他做人做事的態度是怎樣 都是好的 日後其他品牌 想考慮人選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更加清晰的理解 那接下來我們就去看看本港的情況 昨天的小粉紅質疑說 究竟香港人去爆買阿布泰能夠堅持多少天 似乎去到昨天的情況 比起星期五的時候更加虛陷 很多分店的顧客 在付錢的時候 排隊也要排到出商店外邊 大排長龍打完蛇餅 很多人都要等候 半小時以上才能付錢 這件事就反映到 市民繼續通過 行使消費自由 來對政府表達不滿 這就相當明顯了 因為在目前的環境來說 大家能夠做到的事實在不多了 唯有就是通過爆買行動 來反映出民意 現在就很清晰了 這麼多家分店 大排長龍的人都照排的 你說為什麼呢? 如果你說純粹為買那件貨品 他今天不買 明天可以買 明天多人的 他後天又可以買 但是他堅持在現在這個時間 排隊排半小時以上 他都要在今天買 證明得到他是想表達自己的意見 另外很多消費者 他們拿著店裡的貨 走出去店外邊 老遠的地方來排隊 證明得到 根本上市民是相當守法的 比在其他地方 不敢包的 是不是? 那些貨品走出去店門外 到底那個人會不會去排隊給錢? 而且一排排 是排成半小時的 不是說東西是少的 那你就證明得到 根本上市民就是 很有法治意識的 就不是有些人說到 市民不知道什麼是法治 還有 這些東西就說過信字而已 民間就充分展現出互信基礎 市民又信任店鋪所賣的東西 不是無牌貨 不是假貨 然後那間店鋪又信任市民 拿了些貨出門口之後 是會排隊給錢的 這些就是信任 也是政府和市民之間所缺乏的東西 這件事再發展下去 你說會變成怎樣? 很多媒體就專門去找記者 到處去不同的店鋪檢查 究竟其他店鋪 所出售的貨品當中 是不是全部都有貼上 中英文商語標籤呢? 一發現就當然很多都沒有貼 根本上只要你那件貨品是進口貨 而在香港又沒有一個代理商 也叫做水貨那些貨品 大部分都沒有貼的 以往都有很多沒有貼的 只不過這次就是海關特地抽了 阿布泰出來檢驗 發現到他有些貨品沒有貼 但是其他很多報頭 到現在還是沒有貼 仍然在出售 到底在執法方面又如何呢? 有些市民就特地去協助執法 他們聲稱 去舉報其他店鋪 沒有貼這些標籤 我真的不明白了 那些環保份子去哪裡呢? 他們不是很講究環保的嗎? 資資也貼這些東西上去 其實有什麼為呢? 有多少人會特地拿去看呢? 那些字 比矮還小 究竟那些市民能不能夠看得到? 都成問題 但是總之 他就說要貼 要貼也對 因為這是法例的要求 現在就是有很多店鋪 他們所出售的貨品 都是沒有這個標籤的 那他就照賣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 那海關起不時是自己增加了工作量 另外 如果那些店鋪真的嚴格地執行這個規定 一來 他們就要把沒有標籤的貨品下架 那你一下架的時候沒得賣 就又是擾民 二來 如果他們每一件貨品 凡是沒有中英文商語標籤的 他都要貼上去 就又增加了店員的工作量 真是貼得人都貼的 大佬 一間店鋪都不知道有多少這些貨品 是要貼標籤的 貼完一次都不夠 一補貨的時候又要再貼 還要一眼關七 貼漏了又怕被人舉報了 唉 根本上這些是找來搞的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